我们现在 那我们现在讲方向导数与梯度 也就是说 directional derivative 和gradient gradient我们中文叫梯度 方向导数叫directional derivative 我们知道在一元函数里 在一元函数里 它的导数是可以写成是 limit h 区间 fx 加 h 减去 fx 除以 h 它是一个函数的变化率 就是 rate of change 或者是它的snope 或者是它的tended line 就是切线的写率 那这个说 说明的是 它这个x和y之间的变化率之比 或者是写成 如果我们这样写的话 可能 会更清楚一点 这是 y的变化率跟x变化率之比 它表示的是在某个方向上 函数的变化 x变化的时候 函数的变化是多少 那么对多元函数 对多元函数 我们说这个函数的变化率 要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算 那因为我们 在一元函数里面 我们x只有两个 它只有 只有这样的一个方向 x变化只能在这个直线上变 那么对这个多元函数 那我们怎么样去 去估计它函数的在某一点 就出了变化率了 那我们当y固定的时候 我们得到是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变化率 当x固定的时候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变化率 那么这个我们也就是说 在x方向上的变化率后 在y方向上的变化率 我们都可以给定 就是x固定的时候 是y的方向的变化率 当y固定的时候 y固定的时候 是x的方向的变化率 那我们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偏导数的第一 偏f 偏x是 Ratial change in x 我们说是in x direction 同样的话 偏f 偏v是 Ratial change in y direction 那我们 那我们问 那么还有其他的 他因为这个是一个 多元函数 他有很多的其他的方向 那这个方向上的变化率 这个方向上的变化率 这样的方向上的变化率 又该是多少呢 那我们就 给出这样的定义 就是方向导数 在 u 方向上的 u 方向上的 如果这样的 这是一个 u 那么在 u 方向上的这个 Ratial change 我们就 就说在 u 方向上的 derivative 那我们当 direction derivative of Direction u 我们要怎么样去定义 当然我们要求 u 是单位向量 要要把我们 因为我们只需要主管方向吧 要 如果 u 不是单位向量的 我们也要把它变成单位向量 因为我们只管它的方向 那我们怎么样定义呢 是 定义成 h 趋近0 当然 我们 u 可以写成是 用坐标写 例如说是 a b 如果在三维的话 就是 如果是三维的话 我们 u 写成 a b c 那 在二维的情况下 就是 f x 加上 a h y 加上 b h 减去 f x y 除以 h 这个我们把它记作 偏 f 偏 u 或者说是 写成 d u f 好 在 x y 处 的方向导数 这是二维的情绪 当然这个我们可以 如果说用向量的写法 如果用向量的写法 我们可以写成是 limit h 趋近0 就是 f x 加上 h 乘上 u 减去 f x 除以 h 这的 x 它就是等于我们的 x 和 y 三维的情况下 就是 x y z 这是二维的情绪 当然我们 类似的我们可以定义成 定义三维的方向导数 那么我们 这里的 h u 那么 这里的 u 是一个单位向量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 a 等于 1 b 等于 0的时候 就是在 x 方向的 偏导数 当 a 等于 0 b 等于 1的时候 就是 y 方向上的偏导数 它也就是两个方向上的 也可以看成是两个 坐标方向上的 方向导数 directional derivative 那给出这样的定义 我们直接用定义去算的话 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那我们怎么样去计算 计算倒是 有这样的一个定义 如果 f x y 是 differential h a x y 吧 那我们 它的 d u f 就可以写成是 f x 在 x y 处 乘上 a a 加上 f y 在 x y 处 乘上 b 好 这是二位的 三位的话 这是 q d 三位的情况下 就是 f x 在 x y z 处 再乘上 a a 加上 f y 在 x y z 处 乘上 b 加上 f z 在 x y z 处 乘上 c 这是 3d的 情况下 好 x y z 然后在 f x y z 三位的话 好 当然我们前面的这个 三位的定义 这是2d的 前面的三位的 也是 f x 加上 a h y 加上 b h z 加上 c h 好 减去 f x y z 好 除以 h 这是 d u f 这是三位的话 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的定义和他的计算都给出来了 那给出来了以后 我们可以直接计算了 给出来了以后 我们要计算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把几个偏导数算出来 再跟这个 跟这个 u 对应的分量相乘就可以了 那我们证明一下这个 定义 那我们就二维的情况 二维的情况 我们来做证明 三维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d u f 是 那么 h 区均0 f x 加上 a h y 加上 b h z 加上 c h 减去 f 减去 f x y 我们说二维的话 二维的话 我们说写一点东西 减去 f x y 那么除以 h 那我们看到这里的变化 我们的极限的过程是 h 去经理 也就是说只有一个 h 是变化的 那我们就 另 g h 就是等于 f x 加上 a h y 加上 b h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极限 h 区近0 这是 f x 加上 a h y 加上 b h 减去 f x y 除以 h 这是不是正好就是我们 我们 g 在零处的倒数 当 h 等于零的时候 h 等于零的时候 也就是说 g 零正好是等于 f x 零嘛 那这个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 可以这么写一下 h 区近零的话 那么这是 g h 减去 g 零 除以 h 所以这个根据定义 这是 g 在零处的倒数 g 在零处的倒数 就是我们的方向倒数 当然我们 g 是这样的定义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用我们的这个 chain rule 如果我们令 u 等于 a 加上 我们令 u 等于 我们令 u 吧 我们把这里写去写成 fx0 我们把第一个 我们在这里写成 fx0好一点 在一个定点处 y0z里 算了 这也难得写 x yz 好 直接令 u 等于 x 加上 a h 得吧 v 等于 y 加上 b h 那我们 我们用chain rule 我们是不是 我们 g 关于 h 的倒数 是不是 我们 那 是这个关于 我们可以看成是 dg d h 那就是偏 f 偏 u 再乘上 d u d h 再加上偏 f 偏 u 再乘上 d v d h 偏 f 偏 u 就是 f 1 嘛 关于第一个分量 关于第一个分量的 关于第一个分量的倒数 那我们是 u v 再乘上 a d u d h 等于 a 嘛 再第二个分量 u v 乘上 b 那我们 那我们在 好 这个可以写成 f 第一个分量 x 加上 a h y 加上 b h 乘上 a 再加上 f 关于 2 第二个分量的倒数 x 加上 a h y 加上 b h 再乘上 b 那么 当 h 等于 0 当 h 等于 0 的时候就变成了 第一个 第一个分量的倒数 x y 再乘上 a 加上第二个分量的倒数 这是 x y 乘上 b 那我们 f 关于第一个分量的倒数 实际上就是 f x 嘛 再乘上 a 加上 f y 这是 x y 乘上 b 这是我们方向倒数的计算 这是二维的 那么 3d 我们可以写成 d u f 它是等于 f x 再乘上 a 加上 f y 乘上 b 再加上 f z 乘上 c 这是在三维的情况 那方向倒数就 就计算就比较就比较容易了 那我们当然我们在方向倒数里面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 u 一定是个单位向量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立体 Find Directional Derive of the function 这个函数 函数 f x y 等于 x 平方 y 立方 减上 4y 在这个点就是我们的 x y 2-1 它的方向是 方向是 在这个方向上 v 是等于 2i 加上 5g 那我们说过的 这个方向一定要是单位向量才行 所以我们 先把这个 u 写成单位向量 先把 v 化成单位向量 就是把这个向量处于它的长度 那长度是 根号下 4 加上 25 好 v 是 25 这是等于 根号 29 分之 2 和 根号 29 分之 5 那么 f x 在 好 首先说 f x 是 2 x y 的立方 而 f y 是 3 x 平方 y 平方 减上 4 那我们说在这个点 2-1 这个点我们带进去 x 等于 2y 等于-1 那么是 2乘2乘-1 所以是-4 f y 2-1 2的话 3乘上 42 再乘上 1-4 这是等于 8 所以我们的 uf 在这个方向上的 这个 direction 的 derivative 那就是 -4乘上 更号 29 分之 2 加上 8 2 x 乘上 根号 29 分之 5 当然这个是等于 f x 2-1 乘上 2-29 分之 2 再加上 再加上 f y 再加上 f y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偏导数求出来 然后再跟 求出偏导数 在这一点的值 再跟我们 这个 u 对应的分量 相乘再相加 那我们看到 是跟对应的分量相乘 再相加 那这不就是我们的 类集的定义吗 就是 inner product 那我们就由此 我们给出一个 定义叫做 gradient gradient vector 或者是直接叫 gradient gradient 我们就是 我们用这个倒三角 倒三角 这个倒三角 我们 它的读法叫Nabla 我们把这个叫做 f 的 gradient 这两个都是 都是同一个意思啊 就是 f x f y 这是 2d的情况 f x f y 和 f z 这是 3d的情况 这叫gradient vector 或者是 直接叫gradient 那么写法是Nabla 那么有了gradient以后 那我们 这个 direction direction derivative 我们就可以写成是 就是gradient f dot u 这是 inner product 或者 dot product 我们就可以 比较简单的 可以算出 它的 用这个方式 直接去算 计算它的 这个方向导数 那当然我们 我们要注意这个f 是differential 我们 刚才的 就是定理 这个方向导数的定理 我们要求f 是differential 那我们 这个方向导数 可以写成t度 正跟这个方向的 类集 或者跟这个方向的 dot product 那我们再 我们再根据我们 类集的定义 类集的定义 不就是它们的长度 相乘 再乘上它们夹角的余选 那我们u的长度 u的长度 不就是1吗 再乘上cosθ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方向导数 那么从这个 呃 从这个表达式 我们就可以知道 方向导数 什么时候最大 它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啊 那个 这个方向导数的 最大 值 是 跟这个 t度的方向是一样的 maximum of direction derivative 是 跟这个t度 方向是一样的 它的值 它的值 正好是 这个方向上的 方向导数 是 gradientf的长度 另外 这里 我们算了cosθ 不就是等于1了吗 那么 我们知道 最大值 是 跟这个t度 是同方向的 那么 自然 最小值 是 是 s reverse 也就是这个方向 alluded 乘别 gradientf的方向 の方向 负的gradient 部分 頭線 就是负的gradient f 的长度 所以我们从这里cos and theta 这里我们可以得到 所有的方向导数中间最大的值是gradient f 是gradient的那个方向 最小值是gradient的方向 它增长最快 或者说它是增长最快的 increasing fastest 就是增长最快的方向是梯度的方向 减少最快的方向是梯度的方向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我们看这样的一个例题 我们是f 我们现在讲三维的了 三维的跟二维的是一样的 结论是一样的 是等于 x 例方 减少 x y 的平方 再减少 x 例方 再减少 x 例方 再减少 x 例方 我们问我们问哪个方向它是增加最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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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 rate是多少 那我们根据刚才的结论 我们去算她的gradient gradient是fx,f5y和fz fx是3x平方减y平方 f5y是-2x,fz是-1 那么gradientf在110处 x,y都等于1 所以这个d3-1是2 -2和-1 所以这个方向是增长最快 但是我们要说方向的话 我们要给她磨成 我们给她算磨成 那这个是4加4加1 是3分之1,2-2和-1 等于3分之2,3分之2,3分之2和-3分之1 所以我们说 那而且我们知道gradientf的长度是等于3 所以说是-3分之2,3-3分之2 它的增长最快 它的增长最快 Fx,y,z Fx,y,z 它的reach 它的reach是-3 它增长的reach是-3 这是梯度它的意义 梯度的意义在于它是增长最快的方向 我们再来算一个梯度 fx,y是等于x平方加上y平方分之1 找梯度 那我们就是找梯度 不非就是求偏导数 fx 是x平方加上y平方 这是平方分之-2x fy是等于x平方加上y平方的平方 负2y 这是它的梯度的计算 我们实际上只需要求出它的偏导数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梯度 以方向导数 就是方向导数 directional derivative 梯度是gradient 梯度是gradient